哈囉大家好,這次捷運汽車 我是王曉明 今天要幫你介紹的這台是2010年的LASUS RX350 在這個2010年這個年份 到目前的這個時間點也不算是一個太舊的車 無論說在日後的養護或者是說 整台車的保值性也都是非常非常的佔有優勢 那這台車呢,它的新車價大約是在255萬 那我們現在的店面售價是54萬8 網路優位價限則3萬,只要51萬8 那今天要為各位介紹這一台呢 它可以說是在中古市場它非常的活弱 那但是為什麼它的排氣量這麼大 然後油耗也不漂亮 可是它在中古市場的這個交易卻是那麼樣的活弱 因為LASUS這個品牌它的特性 就是它的妥善率非常高 然後呢你這時候入手你只花一個50多萬的價格 你可以買到一個255萬的一個車值 在09年之後它就做了一個這個樣的一個大概款 那在跟09年之前呢 最大的差別其實不單單在外觀上 還有整個車身的尺碼 還有整個車子的這個寬度 那跟它的競爭對手包含賓士的ML 還有BMW的X5 已經接近快要相近的一個車身尺碼 那另外在外觀的部分呢 在它的前車頭 它也使用這種鍍鉻的飾條 來去營造它整個車子的這個霸氣 另外在燈具的下方呢 然後大燈下方也有這個就是頭燈的清洗劑 然後這個頭燈呢它是HID的 那它本身有主動轉向的一個功能 那在這一個世代呢 我覺得它比較 讓我感覺到它整個很有肌肉線條的 就是它的這個前方的葉子板 它的整個葉子板跟上一代它整個做一個外擴 對所以它整體的車看起來 雖然它搭載的輪圈是19吋 可是它整個看起來它輪圈就變得比較小一點 對這個就是讓這一個世代 其實這個世代賣的非常好 在中古市場裡面這個世代賣的非常好 因為你現在看它的外觀 你去對比它的這個車齡 其實它看起來是一樣非常非常的時尚跟前衛 對其實這個就是為什麼這一台車到目前為止在中古車 還可以賣的這麼樣的好 那另外呢比較特別的是在它的這個 右邊的後照鏡的下方 它們有一個鏡頭 那它等一下我們在車上會去演繹這個東西 就是它有一個按鍵按下去的時候 它可以看到這邊的這個顯影的畫面 那另外呢在外觀的部分呢 它在它的門把上都是摸門解鎖 對然後在後面的這個位置 會比起上一個世代它更稍微再往下修一點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它的這個鍍鉻的這個三角窗 它做的是比較往下修 所以它整體起來看起來的這個跑格感就更重 那對比它上一世代 因為上一世代說真的看起來是比較稍微笨重一點 那這一世代它整個看起來的這個運動感就非常的豐富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們可以從攝影機從這邊拍 我們還記得上一世代的這個RX有沒有 它這個地方是削比較斜的 削比較斜一點 但是這一世代它這邊直接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修飾 讓它整個車子的這個頭的這個部分 看起來又更立體 所以這個就是10年的一個大開款的一個 一個車子的一個外觀的造型 它包含它的車頭燈的這個銳利的這個形狀 也讓整個RX在經過這一個世代的一個算是蛻變吧 讓它在後續的這個車型上面 就奠定它是一個運動跑旅的風格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在這個車門的部分呢 這邊有一個這個電動記憶 電動調整記憶座椅的這個記憶鍵 那它有三個模式可以讓你做記憶的動作 那另外在方向盤的部分呢 它這邊也是做電動調整的 那當我們在車子在發動的時候 它是配IT 然後發動的時候 它的這個方向盤會調整到你原本設定的那個位置 所以你不太需要 如果說你在上下車的時候 你會比較方便 因為你在上車的時候 應該說你在下車的時候 它的方向盤是會往前收的 我來演繹給各位看一下 它要往前收 所以你在下車的時候 你會比較方便 那你在上車的時候 它就一樣會往前 對 會推到你原本設定的這個位置 OK 那它的這個整個座椅坐起來的舒適度呢 是非常非常的軟Q 就是有點像做沙發這樣 然後它不像是歐洲車一樣 坐起來會比較硬一點 那另外呢 它這個椅子呢 它上面都有一些 有一些小小孔洞 那它的透氣度也非常的好 那這個車它另外它有配備就是 電通風椅跟電熱椅 那所以你在 一般大家在買這種有皮革的車呢 就怕比較說會悶熱 但是這台車是完全是不會 這個是它 整個座椅的一個設計的特色 還有一個優勢 那在它的中央面板的部分呢 它設計的是一個不規則的 一個不對稱的一個形狀 那它整個這個中央飾板 跟它這整個前面的這個控制 控意標的部分呢 它有襯托出它的這台車的 這個品質跟它的品位 那另外呢 在這邊它的按鍵 它並沒有做到很複雜 那它這台車比較特別的就是 它很多的這個整合的資訊 都一樣是在這個上面 都是投影在這個上方 那這一個呢 是它本身選擇的 就有點像滑鼠的一個 一個控制鍵 就是一個方向控制鍵 那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很貼心的設計就是 它左邊在我這個 這個基座的左方 有一個輸入鍵 有一個Enter鍵 對 在這個位置 OK 那另外呢 它在這邊也有一個Enter鍵 對 這就表示說 不管是你要駕駛人自己去操作它 或者是說副駕人去操作它 其實都是一個蠻順手的一個 一個設計 那只是說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確實在剛入手的時候有點不習慣 這需要稍微去熟悉它一下 左邊這邊呢 是循跡防滑的控制鍵 那右邊這邊呢 是適應傳動的鎖定鍵 OK 然後在這邊呢 它有電熱椅跟電通風椅的這個 調整 對 電熱椅我是覺得在台灣地區是還好 但是電通風椅在台灣地區是非常好用 因為台灣比較潮濕 那在方向盤的上方呢 它有一些快捷鍵 然後包含音響音量的快捷鍵 還有就是行車資訊目的快捷鍵 然後在這下方呢 有一個定速巡航的控制鍵 那這台車它並沒有做跟車 OK 好 那另外的這台車我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就是 它有一個全景式大天窗 超大 這個天窗真的是超級大 但是呢 它是不能夠開啟的 對 它就是做整個密封 它不能夠往上也不能夠開啟 但是這樣子做 這樣子一個全景式大天窗的一個設計 其實對 不管是駕駛人或者是說 車上的乘客來說 都是一個可以放大視野的一個設計 那我們現在要幫各位介紹就是它的後座的空間 其實它後座空間算蠻大的 那只是呢 我覺得有一點不太順手的地方 就是它的門開的這個角度 稍微比較小一點 所以你在上車的時候其實 因為我身高175 所以 會有一點覺得要這樣子上車需要彎腰 不過你坐進來之後呢 你的整體的這個空間感寬敞度還是蠻大台的 還是蠻寬敞的 那它後座也配有後座的出風口 那它後座的出風口是配在這邊 是配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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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對 那它整個坐起來的舒適性是還蠻舒服的 真的 對 因為Lensis這個品牌 它還是著重於就是豪華舒適 那不過呢 這一代的Lensis呢 它除了注重它的日系車的舒適之外 它在底盤上面的這個調校 也偏向於歐洲車 所以它在駕駛的時候 還是可以感受到它的紮實度 就把它按下去 對 它的整個後衛門就會自動的這個升起 那它的整個容納的空間呢 算是還蠻大的 就是你不管你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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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放你的行李箱都是很OK的 那另外呢 它有一個比較貼心的設計 就是 它的後座的這個後排椅啊 它是424分離 那但是它傾斜的角度可以去調整它 那它不能夠太大幅度的調整 那這個後面呢 有一個這個 拉桿 這我只要拉一下 對 它整個椅子就會往前躺 它整個往前躺 對 那它打平 它整個往前躺之後呢 它整個這個 跟後面的這個地墊 它是呈現一個平整化的設計 所以基本上 在這樣子的一個便利性之下 其實你要放比較大型的物件的話 其實是更方便一點 對 那在關門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開關 那在電動尾門呢 它也是防夾的 那在電動尾門呢 好 首先呢 引擎開打開的時候呢 我們會看到 這一顆引擎 對 這一顆引擎呢 就是3.5升的V6引擎 但是它 這一顆引擎呢 就是比上一個 這個上一顆 還要再調整的 往上升5匹馬力 就是它是277匹 那它的扭力呢 是來到35.5公斤米左右 那當然油耗我們就不要講 因為它這個整台車的車重 大概是兩噸 那它的油耗 其實會買這個車的人 其實就不會去在意它的油耗 跟稅金啦 說實在的 那只是說 看這台車呢 它會比較 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的車試板太多 所以我們可能要稍微拆一下 這個車試板 好 那我們可以先從 引擎蓋的這個地方 開始看 那它引擎蓋的螺絲呢 它也沒有所謂的 拆卸過的痕跡 那它也沒有重新噴塗過 就是跟外面的這個 本身的這個色漆呢 它沒有一個色差 所以 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葉子板 有可能要拆一下 這個葉子板 它的這個葉子板螺絲在這 也都沒有拆卸過 然後它的車身的貼紙 也都在這 像這種貼紙都是 OK的 因為看起來就舊舊的 可是它車裡 是相符合的 那前面還有一顆螺絲 也都沒有拆卸過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葉子板 這邊葉子板也一樣 我們就把這個掀起來 這邊的螺絲也都沒有拆過 這邊有這個 反正要調碼貼紙 這邊有一個這個 螺絲也都沒有拆過 引擎蓋的部分呢 這邊這個螺絲也都沒有拆過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要來看它的涼頭 那所以我們要 稍微拆一下這個飾板 我們現在來看到的是 它的涼頭的部分 因為它裡面的東西 裡面的那個零件比較密一點 所以我們這樣看它的涼頭呢 它本身是沒有 板修過啦 或者是噴塗過 切割過的痕跡 OK 我們來看另外一邊 那在這邊呢 就可以看的比較明顯 就是這一支 這樣 OK 對 那這支涼頭呢 它也沒有所謂的 切割過啦 或者是說 有任何板修過的痕跡 它上面的這個焊接點都還在 對 所以它的這個 前車頭的部分 它是沒有問題的 在前座門片呢 它螺絲也都沒有拆卸過 但是它的這個螺絲呢 在 它不是做烤漆的螺絲 它這個就是 不是跟車體一起去烤的 所以這個其實很好去判斷 它有沒有 就是拆卸過的痕跡 這都很好判斷 好 我們來看一下後車門 後車門的螺絲就是這個 這也都沒有 對 這其實也是一個判斷依據 假如說你現在已經看這兩個門 它都是 螺絲都是呈現這種顏色 那你去看 突然去看另外一邊的門片 欸怎麼會另外一邊的門片 的門片是噴黑色的 那你可能就要自己要小心一點 那你可能就要自己要小心一點 歪的螺絲也在這 也都沒有所謂的 拆卸過的痕跡 這邊也都沒有 這邊都是很OK的 OK 我們現在來看到的是它 備胎式裡面的部分 我們已經把飾板都拆掉 那備胎式呢 最主要看就是要看這個位子 對 因為其實它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位子 跟它的後面的飽感 其實沒有 距離沒有 沒有很大 所以它其實只要有 推擠過的話 這邊都會修復過 或者是說它的後面的這個 這一塊板子 它可能會有一個凹痕 或者是說 它大概會有一個板修的痕跡在 另外一邊門偏的螺絲呢 那我們就看這個位子 對 一樣都沒有拆卸過的痕跡 OK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副駕門 其實當你在看正駕駛座的門 跟副駕駛座的門偏的話 其實也可以看得到 那個葉子板的這個螺絲 都可以順便做一次的檢查 那這台車呢 它基本上 它是全車都是原板件 對 它的車體的這個 結構是沒有問題的 那到底在這個3.5V6引擎 然後277匹馬力 然後35.5公斤米的這個扭力呢 將在2噸的這個車重 那我們等一下就實測 來看一下它0到100的這個速度 到底有多快 我們測下來的速度呢 大約在 我看一下 8.58秒 在8.58秒 對 這算是非常快喔 那另外 比較特別的就是 當我們在行駛路上的時候 這邊可以拍到這個嗎 對 你會看到這個儀錶板的前面 會顯示一個1CO的這個燈 看得到嗎 1CO的燈 對 這個呢一開始我以為說 它是不是 在某一定的轉速啦 或是某一定的油量 它會變成 可能6缸可能變成 3缸在運作 可是我發現 我去查證之後 發現原來不是 那個東西是幹嘛 它有點像是一個 老師替你打分數 就是當你的油門 踩到 它覺得是非常省油的時候 它就會亮到一個燈 告訴你說 你現在目前踩出去的油門 跟速度 是最省油的 好 現在呢 我們要準備 將速度來提高到 大概100 你像是上坡路段 所以這個時候 引擎是最大聲的 現在時速大概是在100公里啦 那它在100公里的時候 它的分貝呢 大概來到75 那因為它本身是休旅車 所以 一般來講 休旅車的這個 後輪的這個 車內的這個噪音會比較大聲 但是LASUS這一台車呢 我個人覺得 它後面的這個 抑制噪音的部分 做得還不錯 隔音還不錯 就是不會有那種 不舒服的共鳴聲 當然 一定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一些聲音 不過它這個已經算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以這麼大的一個價差 去購買這台車的話呢 如果你在意的 並不是它的稅金 或是它的油耗的話 其實以它這整個車值來講 你如果是以五十幾萬的這個預算去購買它 其實算是非常的超值跟划算的 那另外呢 在這個這台車它 它有日本車的豪華跟舒適 那另外呢 它又有歐洲的這個底盤的這個扎實度 所以當你在入主它的時候 你開起來的感覺呢 你有不一樣的那個體驗跟感受 所以我覺得在LASUS呢 以這個車齡來說 它後續的這個保養維修 跟它的妥善率也比較高 所以你在後車在養護成本上 就不會到 花到這麼多的這個預算 那因為 其實這台車它在 不管你在網路上查 或是我們的實務上的經驗 它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毛病跟問題 OK 那如果說 你對我們的頻道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呢 那歡迎你訂閱 並且分享 那如果你有孤車的需求的話呢 也歡迎你到我們的連接網站 就是AutoStar的網站裡面 它裡面有一個線上孤車 然後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直接跟我們聯繫 我們會派專人道府 去為你做孤車的服務 那我們店裡面 如果你要到店裡面 來做賞車的動作的話 我們賞車的地址是 台北市北投區立前路61號 我們賞車的專線是 0917-435-2019 那今天就為各位介紹到這 謝謝大家